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开心和快乐了 作为一个越级者 成为了许多朋友的生活态度 那么这就与我身旁的这台车的设计理念非常相符 今天的主角 宝骏越野 宝骏越野定位于纯电动小型SUV 而且它采用了这种Squarebox方盒子的设计语言 在横平竖直的这种线条中 也融入了一些圆角的设计 这也就让它看起来更加有亲和力 更加Q萌一些 可以看到金属质感的枪灰色下保险杠 能够带来非常粗壮的视觉效果 而除此以外还有两处亮点 一个就是它的车标更加的扁平化了 另外就是它的大灯组 全LED光源支持自动开启 无论是它的亮度宽度还是远度 都是同级别中的佼佼者 而且在造型设计上 整个灯组看起来非常像 咱们麻将中的四条 也为车头造型营造出了不错的趣味性 宝君越野的车身长度是3381毫米 所以看起来整个车还是比较紧凑的 几个点值得您去关注一下 首先行李架以及侧脚踏 都是采用了铝合金的材质的 因此实用性得以保证 除此以外 轮煤部分它是采用了一个可拆卸式的 留给您的后期改装空间非常的大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试驾车是配备了AT胎的 不仅非常符合它硬派的造型 而且也很符合它SUV的车型定位 除此以外 您可以看到整个侧面您看不到腰线 大面积的留白给您留出了非常多的空间 去做一些拉花 甚至去做一个痛车 整个的视觉效果会更加好看 酷似二条的尾灯造型 以及后保险杠的设计 与车头形成了两向的呼应 所以整个的视觉效果是非常出色的 除此以外它给您提供了一个平开式的尾门 在您搬线一些大块的行李 以及物品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除此以外 现在许多车企以及车型都在用力的去打造自己的灯与交互系统 而宝钧越野给您直接配了一块屏幕 您受得了 屏幕内部的内容 包括文字图片以及表情包 您都是可以后期去进行自定义个性化的 这样的设计更能彰显您的个性 圈圆形衣表以及中控屏 是采用了10.25英寸的双联屏设计 整个显示效果非常的细腻 所以您在打开这个360度环影的时候 能够清晰的看到车身周围的一些情况 那么车机系统 它也是采用了一种卡片式的交互方式 您所要想控制这些功能都能做到一目了然 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也是内置了一些第三方的APP 比如说像是酷我音乐 高德地图 而且能够做到与您手机端的这种账户信息 做到同步 所以您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了 整个操作的流畅度 我觉得都是表现不错的 那么另外就是我面前的方向盘了 虽然是采用了一个三幅式的这种比较传统的造型 但是多功能的按键 真的做的很像我游戏机的手柄 而且它的段落感也是十分清晰的 所以我觉得用起来是十分方便的 除此以外就是座椅了 主附加座椅都是电动调节的 这在同级别的车型中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我认为从体感上 它对于我大腿的成多是很到位的 因为它的坐垫其实是比较长的 而且内部填充物既厚实 而且柔软度也不错 所以您坐在上面会有一定的这种塌陷感 长途驾驶会更加的舒适 除此以外就是它的储物空间 虽然整台车的尺寸并不大 但是储物空间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随处可见的这种小的储物格 而且在副驾驶的前方 也有一个置物感 您可以摆一些心情的摆件 小的视频 包括像是纸巾盒手机 您放在上面都是非常牢靠的 所以整台车内饰部分 它的舒适度 以及它的实用性 我觉得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黄金越野采用的是后置后驱单电机的布局 最大功率50千瓦 最大扭矩是140牛米 由于它是一台电车 所以它整个初段的加速表现 我觉得是十分不错的 在悬挂形式上 它采用的是前麦菌后整体桥的这种悬挂形式 而且从体感上来说 我觉得相比于它的同级别车型而言 它对于侧倾的意识会更加的到位 当您踩一下制动踏板的时候 整个制动力的释放是非常线性的 但唯有不足的 就是刹车踏板会给您传来一些弹角的感觉 这一点我不是很喜欢 在CRTC供况下 宝君越野能够提供303公里的续航里程 而且它还提供了快充 所以从30%充电至80% 只需要35分钟的时间 这个补能的效率 我觉得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台车还搭载了零锡自驾系统 提供了一个毫米波雷达 一个双目立体摄像头 四个环式摄像头 以及12个超声波雷达 而且它的开启方式非常简单 方向盘左侧的按键 一键就能开启 在跟车时 它的制动以及加速 不会给乘客带来那种 不适的那种体感 不会很突兀 因此我觉得它的表现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整台车 在您日常驾驶的时候 能给您提供一个 非常轻松的加乘感受 在我看完宝君越野 无论是它的整体设计 还是它的车型定位 都是非常成功的 乃胸的外观造型 一下就俘获了众人的芳心 而且它在实用性 及智能化方面的表现 真的是十分出色 给您流出的个性化空间 也是非常大的 搭配它短小精悍的车身 势必将成为一台潮流 时尚的出行利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